音樂赤道,由她主導,盧玉鳳,量身訂造 今天下午我們在玻璃直播室迎接今天的嘉賓,則是則田 她是今年溫哥華華裔小姐競選2013的特別表演嘉賓 稍後時間她會跟我們聊聊天,她剛才正在操結他 不知道待會想不想再現場談給大家聽 請則田跟我們的聽眾說Hello Hello,嘩,好大聲 耳機很大聲,是嗎? Hello,Fairy Child的聽眾,大家好 Merry,你好 你好,則田 我想問一下,你來溫哥華的頻密程度有多高? 我最近都是一年一次 但是你好像今年年頭過年的時候才來過 年頭過年的時候才來過 在一個很大的,叫做GM Place Busy Place Busy Place,很大的 過年的時候,是嗎? 那裏唱歌 那都很開心的,可以每年回來 始終我也是在這頭大的 在這頭大的 西亞特 但是你經常上來,溫哥華是因為有家人在這裏 是嗎? 是啊,親戚都在這裏 那溫哥華給你的感覺,我相信都應該是好多 是嗎? 是,是滑雪 是嗎?你喜歡滑雪 是,是 那有什麼活動可以在溫哥華裏做 除了滑雪之外 你自己喜歡的? 吃東西 其實溫哥華的中餐比香港還好 是嗎? 就是材料,新鮮些,堅些 例如有什麼你會特別喜歡吃呢? 譬如一上來溫哥華,第一件事 有些人就說一定要喝港式奶茶 是啊,茶餐廳 茶餐廳 嗯 不過很久以前了,好像應該沒有了 我喜歡的那間 是嗎? 那時候是阿伯丁Center 現在這個也是阿伯丁Center 叫什麼牛 牛 哦,OK,我知道那裡了 很久,20多年前了 有保齡球場 有保齡球場,在旁邊 我昨天去找 就是這裡 是呀,是呀 沒有了 是呀,是呀 但我太久沒有回來這個Center 嗯,嗯,嗯,不要緊 等一下可以先逛逛 可以找個地方坐下 看看有沒有一個 你適合喝的港式奶茶 好啊,好 OK,那側田 來到溫哥華這裡 都算是回來溫哥華 因為經常都在這裡見他 也帶來了一些歌曲 因為早前在香港出了唱片 有演唱會 是不是? 為什麼會決定在香港樂壇裡面有工作? 因為始終我做廣東歌好一點的 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 母語都是廣東話 是 唱廣東歌是開心一點的 還有就是 是呀 我英文或者廣東歌 是呀 那你自己現在是不是在北京住 還是在香港 都是北京 是呀,北京 那你經常都要北京、香港兩邊走 是呀 我飛好 我根本上每個禮拜都飛一次 去廣東、馬拉雅、美加 美加今年也是第一次 但是我想問一下 譬如在北京居住 有沒有什麼需要適應 或者有什麼不同呢? 要戴口罩 因為有個空氣 是呀 很差的 這樣 還有吃東西 就是盡量在家裡吃 出去吃很油 就是北京那些北京菜很油 而且不知道裡面放什麼 都是有些擔心的 其實對身體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住在北京 但是除了 在北京大部份的時間 你都是純粹是工作 還是怎麼樣的? 北京 就是和女朋友 是呀 就是hang out 就是很平淡的生活 是嗎? 就是很普通的 超普通的 就是有沒有特別去哪裡 或者做什麼 沒有 就是逛街看電影 就是很平凡的生活 其實有些像來了Vrancouver 但是我想問 對 因為那裡沒有那麼多壓力 就是北京 沒有人認識我 是嗎? 沒有 如果有些南方人 當然認識我 但是北方的人 都少一點認識我 那我就很嚮往 但是這是不是其中一個原因 你移居去北京呢? 就是 出街都可以3D 我不用經常到處看 有沒有人跟著我 是 這個是挺refreshing的 但是就不會想著在北京那裡演出 對 或者成家立室 都有的 有的 在北邊 北京就少一點 嗯嗯嗯嗯 那成家立室呢? 嗯嗯 這個還沒有 有時間 我自己都還沒有成熟 還沒有準備好 那我先說一下一些香港方面的事情 剛才說了在北京 現在都要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去香港 就是去香港那裡工作 廣東多 廣東 嗯嗯嗯嗯嗯嗯 我知道你演唱會也有在廣州 廣東那裡工作 是啊 廣州那場很棒的 嗯嗯嗯嗯 其實那個 歌迷各樣東西 你覺得有什麼不同呢? 在廣州 嗯 很熱的 嗯 即一開球就大入場 即第一首歌到 第一首歌到三十首歌 三十首歌都大入場 哇 是很震撼的 啊 但是都是 站起來 大家都是很享受的 是的 但是年齡層方面呢? 我不知道 這個也挺廣闊的 有年輕又老的 但是他們很有趣 我覺得很多歌手也有說過 在內地開演唱會 歌迷是熱情很多的 一聽到 Vancouver也挺熱情的 但是香港是不是也酷一些呢? 它會暖暖的 香港大概一半就開始暖暖 一暖暖左右就很熱的 但是我想都是我們香港人的文化 可能開頭慢熱一點 但是都是熱情的 所以 once you get warmed up 但是曾經 我想大概是 是否11年的時候 你就上北京住 一路在北京有生活 還有在香港也有一些工作等等 當你再回到香港出版歌曲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有什麼不同呢? 不可以說香港有什麼不同 我自己的心態不同了 嗯 這樣OK的 我覺得都不是很差的 香港的樂壇 但是你的意思是心態呢? 不是人們想到那麼差 但是心態不同了在哪方面呢? 就是寫歌不會想太多 想商業的因素去寫 就是free很多 之前走也有個原因是 因為creatively 就是停了 就是到了dead end 所以要走 嗯 就是有些樽頸在裡面 我必須走的 那時候 就是因為自己feel到有 feel到 已經是repetitive 做的事 那現在走了 就是去 restart 就是reboot一下 就是reboot一下 那個腦 我想每個人都需要這件事 就是做creative的人 嗯嗯 可能要沉澱一下 再來過 是的 但是在北京會不會給你 多了一些的靈感 當然了 當然 但是在北京最吸引你的是什麼呢? 就是比如說有些什麼 你見到一些什麼 會特別有個異獄相 那些音樂 不同的音樂 就是去到哪裡都聽到不同的音樂 嗯 就是認識了一班很好的musicians 嗯 當地人 不是 有當地人 但是我 平時和他們玩開 就是jam開的那些 就是黑人來的 就是美國去的 OK 那我希望 就是下一隻再下一隻碟 就是下一隻再下一隻 就找到他們幫我 我會飛他們去香港和我一起作歌 我們困住在studio一個星期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做 但是超棒的 他們是 就是 非常的musical 這班黑人 是 但是對於一些黑人音樂 你會不會自己都是其實喜歡 我聽很多黑人 我只是聽黑人音樂 你又有沒有特別 哪個人特別 Ste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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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J 是 我喜歡聽Soul 就是Maxwell 嗯 嗯 OK 那這些都是 全部都是資深 還有很多都是 怎麼說 很有他們自己的味道 其實他們 很棒的 很棒 Briant McKnight看現場也是很棒 我這個 我真的要一生人來看一次 是啊 Stevie 我錯過了 原來他去香港 是嗎 上幾個星期 他做過韓國的班上 是啊 那個我真的錯過了 這個真的是 就是看Stevie 對我來說 是等於要看 Michael Jordan 打一場 是 就是Stevie 最棒的 是 我都沒有看過 Stevie Wonder的 超棒的 DVD 我買了 但是 Briant McKnight Maxwell其實都好 是啊 都好聽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尤其是喜歡R&B 一些 Show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朋友的演出 其實你自己寫歌 我知道 經常都有很多人 當然會問創作人 你寫歌的靈感來自哪裡啊 是啊 那你呢 以前就是來自 失戀、熱戀和暗戀 這三個戀 但是現在不是的 我現在 最近 出一些歌 主題都不是講愛情 是 例如我剛剛那首爽 或者硬脹 真的不是講愛情 而且風蟲鬧女來 那 但是我下一個碟就是 做兒童歌 是 為什麼會想做兒童歌呢 我要做一些高質素的兒童歌 給香港 就是給廣東話的小孩子聽 因為我 我那時候兩三歲 我爸爸已經給我聽一些 都挺專業的 嗯 我覺得小孩子聽什麼 是家長決定的 而且我想他們一家大小有互動 嗯 譬如有一首歌是 我現在正在做Demo 有一首歌是 其實可以播一下我的Demo 我怎樣 是啊 好啊好啊 行不行啊 好嗎 好啊好啊 一開始吧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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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有一首是講動物的 有一首講動物出不同的聲音 就好像 Old MacDonald 一樣 但是 Groovy 就是我自己作的一首 我的版本 另一首就是 Twinkle Twinkle 我做到是很厲害 就是Jazz 有很多和音 這樣 給他們睡覺的 然後有一些互動 有一首就是我叫你拍手 你就拍手 叫你轉圈 你就轉圈 就是小孩子的 attention span 是很小的 就是你一直保持著 其實跟大人差不多的 小孩子 當你要找到一個hook 有一個hook line 你要慢慢 repeat 那個hook 就是 there's actually a formula 是做一首小孩子的歌 我那次去做個focus group 收回來的東西 拍下來 回家就再改 re-design整個structure 這個project 很interesting 但是譬如說 我的編曲方面 因為通常兒歌的感覺都是簡單一點的 是啊 所有東西都簡單 但是我會找到頂尖的musician 幫我做background music 哇 melody和題材是超簡單的 幾個音 我一陣子有機會給你在我的電話裡聽 好好 其實音樂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那個製作就不簡單 尤其是那個班底不簡單 咦 你能不能開我來看嗎 是啊 好啊 我們現在可以 我們要不要去廣告呢 好啊 那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開一個break 一會兒回來 我們看看能不能聽到 或者執填的一些儀歌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我們先聽聽廣告有沒有的訊息 AM1470 FM961 加拿大中文電台 啟動好聲音 好音樂 好心情 Merry Lowe 獨身定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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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發生定罩 星期二的下午 我們在直播室裡面有 側田在這裡 Hello 你都是姓羅的嗎 我姓盧 Low L O 是 英文跟你一樣 是 我們剛才說你會製作一張儀歌 就是小朋友聽的音樂的碟 你說有些音樂可以先聽一下嗎 但其實我是做一半是純粹給兩歲至六歲的 另外一半我是給大人的 但是那些歌就是講 現在大人家長在教小朋友的東西 但是他們自己都做不到的 很多東西 比如說叫小朋友不要欺負人 不要bully 或者分享 或者 treat others how you want to be treated 就是這樣的概念 很多不同的value 就是我們自己都做不到 我們怎樣去教小朋友 那主要的topic是整個碟就是關於這些東西 就是其實如果是這樣說 你的內容都會 Values 就是價值和家庭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家大小都可以聽 是啊 好啦 那你說想分享的那首歌曲 有沒有一個名字 沒有 現在是Demo 這個我自己家製作的 但是到時候找一些音樂師彈 譬如說 譬如說那時候去幼稚園 聽不聽到 聽到 就是去幼稚園這樣 他們超喜歡 因為這隻好像 Old Mac Donald 那樣 就是小青蛙 一個刮刮刮刮刮 小烏龜 就爬爬爬爬爬爬 那他們跟著做 那我們就聽一下 就是這樣 小青蛙 刮刮刮 好緊張 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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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 那些招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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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這個是企畫, 所以我們會聽一下感覺 我們孩子們超喜歡這首歌 他們真的很習慣 習慣了 其實這些小朋友很好了 有些小朋友一直聽著來擦牙 對, 早上這樣聽這首歌 沒什麼怪獸 怪獸最惡辣 我們擦擦擦擦擦擦 擦擦擦擦 我現在唱得很開心 我在家做的時候超開心 自己就笑死 但是你應該做什麼題材 乘數表 我想做一支 教小孩子的乘數表是唱出來的 也是用groovy 小孩子很喜歡up beat up tempo 開心一點的音樂 要快一點 他們很喜歡Gundam style 就是dance 要做一首dance 是 這個挺好玩的 我覺得 因為已經不是為了我自己做 我是為了小孩子做 就是selfless 比較selfless的project 開心很多 是 你會不會繼續跟一些小朋友 多一點接觸去瞭解他們的感覺 再去一些focus group 有 還有我擦給我這些朋友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生了孩子 擦給他們做一下實驗 就是在家裡 就是給一些reaction 就是從小孩到六歲 是 不同的這個age group的reaction 都不同的 但是 整體都是喜歡up tempo 是 都是喜歡一些輕快一點 通常這些小孩子都會喜歡一些 比較開心一些 是 regey 很喜歡bottmary bottmary bottmary 我會做一隻bottmary ok groovy 有刷牙 又有小青蛙 又有成素表 都幾多元化 其實 但是雖然說到好像很幼稚 但是我音樂的配樂 我會做到最棒的 high five的quality 但是我覺得其實不是說幼稚 這些歌曲其實很實用 對於小朋友 實用的 我希望可以做到一些 實用的 就是十年後 二十年後 家長都會給小孩子聽 一起開心 互動一起開心 就是最重要 那現在是籌備著 還是已經在做 而且已經找了很多 不同的producer幫我參與 而且每個人都很excited 是 因為每個人都有子女 而且香港沒有人做這些事情 是啊 還有填詞人方面 很多人想參與 還有很多朋友做玩具 他們也想參與 就是做一個character 就是 就是刷牙的 某些營銷 就是賣 零售 就是賣玩具的地方 就是retail那些 都想幫忙 push這隻碟 所以現在正在聊 因為我暑假才會出 所以我不知道 十畫都還沒得出 是 暑假才出 還有七八個月的時間 對 就是我覺得是 it's music education 我是很想 我覺得小孩子 值得聽一些好一點的 sounds 就是sounds not even music 就是sounds 嗯 那你自己其實 對於教育下一代 那個 那一方面的看法 除了找這個碟之外 還會不會想再做多一點 會 還有因為我沒有子女 那我就靠這個渠道去教育 嗯 我想主要都是這樣 是 但是你喜歡小朋友 喜歡 就是喜歡跟他們玩 對 但是樣子就不知道 哈哈哈哈 如果24小時 兩回事 我看到那些朋友都 哇 哇 24小時 是的 24小時on call 你有沒有兒子 我沒有 就是on call 我想48小時 就是跟他玩 就是一天的家 是的 好像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會 就是花很多精力時間 是的 就是永遠就是小朋友先走 是的 就是永遠都是這樣的 好 這個就是暑假會推出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這大半年裡 你都會集中做這件事 還有produce 嗯 我剛剛做完seos 哦 OK 那接下來我會produce幾個artist 嗯 還有哪幾個 講不講 Terrance 就是永遠就是 是的 OK 其實你幫很多的歌手produce 或者是寫歌 有沒有 比如說寫的時候 有沒有想著他們的形象來寫 還是你們那首作品已經在 然後 是的 看完份了 有時候我會有 有一首正的歌 如果剛好 就是artist要 就給他了 但是有時候 反而度色訂造的 通常都不合理的 哦 是的 是的 因為每個人都找到一些新衣 一些新的東西 嗯 如果你量身訂造 somehow 不合理的 很奇怪 OK 就是可能他們反而想試新的東西 是的 就是你覺得他適合這個東西 反而他不想 嗯嗯 他們找我都是因為 要我那股脫 是的 都是的 都對的 那會不會有些什麼的作品 你自己是覺得寫了給 或者給了其他歌手唱 是你自己很喜歡的 哦 有啊有啊有啊 都有的 譬如說 《一刻永恆》 就是《機仔》的一首歌 《一刻永恆》 很喜歡的 是的 還有那個題材是超棒的 嗯 是的 這首主要是 嗯 其實你和《機仔》合作都很多 很多的 是的 最近今年我也少了 但是我應該真的再交一些歌給他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欠了一些債 其實也有的 嗯 有幾個藝人我都在欠 嗯 但是我盡量做 是 就是看緣份的 就是這些東西 嗯 對的 因為我知道你和《機仔》 和《千華》那些合作比較多 是的 那時候 是的 那時候比較多 那今年就有歌寫了給薛凱琪 是的 諸葛亮 這個又是怎樣合作 這是不是第一次的 和Fiona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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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他有一天打給我 說可不可以幫他寫一首歌 嗯 嗯 那就做好了 嗯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首歌是故意寫的了 是啊 OK 又不是度身 就是他叫我寫 我就寫了出來 嗯 其實通常你寫一首歌 要多長時間 是不是可以 好歌就很快 好歌就是半個小時教練 真的嗎 好歌 比如說好歌不需要想的 嗯 如果你越要坐在這裏 越要 鬥出來的 鬥出來的那些通常都不好 For me 這個有些人要 但是For me 我通常好的那些 就是15分鐘至30分鐘 已經知道在腦裡什麼事 就是錄出來的 嗯 那通常你會先做Demo的 是嗎 是的 那你做歌的時候是用什麼樂器 兩樣都有的 琴的結他都有 嗯 那你自己有沒有說特別 就是如果你自己唱Demo的話 你會用回自己的方式去演繹嗎 嗯 還是你會想起哪個歌手 就盡量就著他們的方法來唱 嗯 都會的 就是他們的range 看看他們的range 如果有一個偏低的range 那我就會弄一些低音 多一些東西聽 嗯 嗯 就是各個人的聲音不同 那也是 對於要想的 當然要想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做一個作品人 很多時候就不是那麼簡單 有很多東西需要兼顧的 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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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有時候我不可以 很多時候我喜歡玩假音那些 有些人是不喜歡唱假音的 是 那我就不可以去 某些音樂我特意就是 Keep it lower 是 是 嗯 所以很多時候一個合作 並不是那麼簡單 是 好 那這個時間 不如我們先聽一首 側田的作品 好啊 我們先聽BOK 好嗎 好 我很喜歡這首歌 是的 那說一下為什麼這麼喜歡 因為很溫暖 這個題目是講 我們的價值觀 應該變回家人 擺第一 親人 就是無論你銀行有多少錢 不要緊的 這些東西 你和家人是最快樂的 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快樂 是真的 So about family 嗯 我覺得 側田真是一個很疼家人 其實很簡單的 是的 好 那我們什麼 很多人都做不到 是的 因為懂得講 尤其是香港 懂得講 但是不必做 但是香港真的 每個人都沉迷了 為了一層樓 賺錢 嗯 根本就忘記了 What's happiness 就是What's the core 是的 還有就是 開心為什麼 是的 究竟人生是 追求什麼 不只是金錢 物質 沒錯 最重要就是 開心家人 很多的親情 是的 對的 好 我們先聽聽這首歌 BOK 銀行 積蓄鐵刀鈴 望著最風天西晴 你沒有辦法 排去怨氣 想想仍然能歸隔 再坐定 在患難裡找到照應 便發現 還有別人愛 We'll be okay 大衆習慣 大衆習慣 力拼放低愛情 父母被冷待 似保錡 沒法附障 但有空漢 身邊風景 Bab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不需豪華 不需豪華奢侈也快樂 日後你反擊震撞 記住哪無家懷抱 最美 最美 音樂 聞號 靜心 湯 收記 查詢 失禁 暢 mint 门女被冷袋似报警 就算受挫 但靠意再加累光景 Bab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即使银行迹速跌到零 就幻想当天浪水 你没财富没名气 但谁也爱你 不虽豪华奢侍也快乐 日后你反击疹狂 记住那无家坏谱罪名 Every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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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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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 但是我又不是說很想做一個專業的彈藝人 但是如果有一天 講打鼓 其實鼓我是最想學 鼓很難的 超難的 我也覺得是 所以將來有機會 希望可以看到你打鼓 有很多年的練習 我覺得打鼓是這麼多種樂器最難的 但其實我覺得 Justin 你是很有天分的音樂 雖然你剛才不斷地說 沒有正式學那些什麼樂器 或者樂你那些 但是很多時候出來的歌曲是很有那種感染力的 哦 多謝 我盡量做這首歌是感動到自己 因為你感動不到自己是感動不到別人的 但你第一首寫的歌是什麼呢 不要說寫給歌手那些 即是你自己開始第一次去做創作的時候 六歲 是什麼歌呢 其實很難聽的 是嗎 你有沒有記得 我記得那個 melody 是嗎 因為我爸爸教了我幾個 chord 就是琴那些 就是 C A minor F G 嗯 嗯 OK 就是很多歌是 C A minor F G 這個 progression 就是 Beatles 這些 是啊 那我就在那個 progression 製作了一首歌 哦 現在彈出來給我們聽聽 有個歌詞嗎 這個是六歲的沒有的 但我沒想到我現在唱 但很難聽的 哈哈哈 不是的 我覺得你這個 melody 那個節奏呢 都可以是二歌的那些都可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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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出街 那我想問一下 比如說你自己寫歌的時候 對自己有沒有一些要求 就是什麼作品你才會出街 或者什麼作品才會被人 當然啦 那當然我自己將自己過的那個關 才會發送給別人 其實我家裡很多 demo 都很難聽 就是100首裡面 90首都可以丟掉的 嗯嗯 是嘩 是啊 就是當成為 起稿 demo 基本上是起稿 就是brainstorming 很多 當然要有要求 如果整件事不漂亮 我不會 就像剛才那樣 我不應該唱 哈哈哈哈 其實不是的 永遠是 on record 剛才那首歌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漂亮 所謂漂亮的意思是那個旋律主要是 旋律是唱 所以我的demo 盡量做到可以盡量 出街也不會說噁心 盡量 其實現在你回香港唱歌 在香港有出唱片唱歌 以及轉了公司 其實合作環境有沒有不同 你覺得 因為以前和金牌大風很多年 現在轉了環亞的時候 譬如說那個合作模式有沒有不同的 差不多 OK的 現在開始和公司的同事培養了感情 縮落一點 當然要時間摸 大家要摸 摸合 就是去test一下很多東西 但是現在已經兩年了 還有我剛剛續了約 但是希望接下來兩年再做得更好 但是譬如說他們有沒有覺得 除了出兒歌的唱片之外 都應該出一些自己屬於側田的 要的 要的 五首兒歌 五首大人歌 剛剛說了那些教大人的 values 我們忘記了人的 values 是 價值 那五首都是會大人一些的 那到時其實那個 有沒有開始在想那個碟那個形象 那個構思 我其實想不出樣子的 這個 有一個character 或者一個公仔是我來的 就是畫一個comic 就是我來的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很需要visualize 就是要有個visual 譬如說做Thomas 那些 Barnie 他一定要有個visual 去配合著音樂 因為他自己會容易 容易入腦一點 還有他會馬上想起 就是唱首歌 或者看到形象的時候 他就懂得想起那首歌 那你自己也是讀平面設計的 你會不會自己design這個character呢 可以的 可以想一下 不過我又不是很好 其實design都不是我強項 但是我很多朋友想做 因為很多朋友是做design的 其實我想你這個概念 這個兒童碟的概念 是引發了很多人的興趣 是啊 因為每個人都生了兒子 他們完全知道兒子 音樂有多重要 對一個家長 是一個語言 是一條橋來的 音樂 就是家長和寶寶仔的溝通方法 又或者可能作為家長 他們覺得需要有這些產品 很important 但是找不到 是啊 找到英文 是啊 沒有中文 廣東就沒有 通常都很愚蠢的 唱那些 哈哈 那些就真的是 航麵包 航麵包 都不適合音 是啊 那些歌詞有少少 哈哈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小孩子的歌 又ok 就是好像ok 如果你的歌詞不適合音 我想是因為你覺得他cute 所以沒有所謂 這樣 咪都更好 哈哈 航麵包尾都更好 就是flat 這個 很有趣 挺有趣 挺好笑 我覺得兒歌 聖誕歌 和聖詩 聖詩 聖詩 那些就可以 那些人接受到 那個音不同 但是你流行曲不行 流行曲不行 是會被人說的 那些 為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 最近你說 我應該弄一首 廣東 就是大 歪了音 就是k歌 但是那些音是 照塞下去 好像seal or star 最近那首叉詞 是嗎 對呀 少少講填詞 填歪音 是嗎 說這個東西 還有如果想不到填什麼 因為廣東話有九個音 想不到填什麼 就是填英文 或者填詩啦啦啦 噔噔噔噔噔 他們想到這個題目 對呀 是呀 Zero star的新歌 這個挺有趣的 我想很多時候做創作都會對到這些問題 是的 叫做差詞 差詞 是的 你可以和他們聊一下這方面 那你自己 都差不多在這行十年了 已經 八年 即是你自己正式唱 對呀 這行十幾年 是的 譬如說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 哦 你剛才說的心態上面 已經有一些不同了 放鬆了 放鬆了 比起起起初 會不會又再成熟了 就是那個想法更改了 當然 當然要成熟 如果十年都沒有成熟過 就算了 一定要成熟了 當然成熟了 但是 跟以前的自己比較 或者會不會刻意去想呢 會的當然 是的 是的 我現在終於明白了 就是 幸福不是必然的 嗯 成就也不是必然的 所以所有事情要自己付出 就是要付出去爭取 就是無論是和家人的關係 女朋友 事業 嗯 以前可能會 take it for granted 很多事情 是的 但是那個時候年輕 就是 就是你還未到 某一個年紀 就是你不會 你就算聽大人跟你說 嗯 你都不會明白的 很多事情要自己經歷 嗯 就是先聽了 還有很多事情看都沒有那麼黑白 嗯 越人越老 就 就是 多些gray area 是 就是以前我會覺得很多事情 就是不對 現在 反而 我現在明白為什麼 那時候 嗯 我明白為什麼那時候 某些前輩會做這樣的事情 嗯 就是現在就明白 是 剛剛做Seal of Stars的新歌 就是講這件事情 嗯 就是你未到那個年紀 你不要judge 是 不要judge 還有可能就是 就是 那個包容會大了 是的 是的 就是你會 就是 就是覺得 其實所有事情 都有很多可能性 是不是 變了 就是不一定說 不對 只有兩種選擇 嗯 嗯 好了 那這個也是好的 我想 接下來更多一些 成熟的一些概念 會在 側田的唱片裏 那未來 除了這個兒童的歌曲 的大碟之外 還有什麼計劃 會不會有 演唱會 會不會有 演唱會 是吧 這個講不講得住 這個 我應該在澳門 會做演唱會 是 你回去之後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firm 好像聽說 OK 我們先聽著 但我主要都是做這支 這六個月 主要是做這支 嗯 你會不會考慮過來 溫哥華開演唱會 好學 當然想 但是沒有機會 為什麼 沒有人請 不會 不簡單的 在溫哥華開 我知道Eason剛剛開了 對 剛剛開了 錯了 是啊 剛剛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是啊 希望 我很願意做個小型的 如果有人有興趣 真的找我過來 好 現在就開始說定了 還有可以過來探望家 兩轉其美 探望大家 那你自己有沒有特別的喜好 喜歡小場 還是大場 開演唱會 兩樣都喜歡 不同的 大場有大場的好玩 震撼 小場 就是那個 intimate 一些的感覺 但歌迷當然是喜歡小場 可以近一些 是不是 我覺得是 問一下外面那些細片 沒有煙花 那些 大場 煙花 那些 是一下 嘩 好樣而已 但是如果近一點 見側田就 嘩嘩嘩 會不會是 OK 那你自己 譬如說很多粉絲都很喜歡你 有沒有特別喜歡收到粉絲什麼禮物的 可能是一些信 或者一些上寶 那些 為什麼呢 很多回憶 還有 給了很多回憶 還有他們很nice 寫很多 很鼓勵性的信給我 給了很多正能量 我覺得 做人沒有那麼多負能量 我以前有很多負能量 但是我現在都有的 我都是偏 negative 但是盡量去改變 盡量去改善 就是發福 就是會傳染的 是啊 是 synergy 那你真的 他們所有寫給你的信 你都會看的 當然 你覆不覆的 會覆不完 但是盡量 盡量 盡量去覆 那我想一定很開心 那些粉絲 好了 我知道 側田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演出 亦都有一些不同的形象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見你戴帽多 你自己有多少帽子 多少帽子 很多帽子 但我戴來戴去都可以 你看我這帽子 已經十年了 但是你會 因為你喜歡 我不知道 戴來戴我很多帽子 幾百帽子 我們逛街 就可能什麼衣服都看 什麼化妝品都看 女生就是這樣 但是你會不會一走過去的時候 就是 看一下帽子 我看帽子 或者洗頭水 不用看 就是conditioner 那些就不用了 但是沒有統計過有多少 幾百帽子 整間房都是 因為很多人有送帽子給我 所以就特別多 那我想 粉絲翌日可以考慮一下 你究竟是送帽 還是不送帽 不用送帽 其實 而且很尷尖 我都說我一頂戴幾年 你戴開喜歡 你就會保持著 你不一定要換款 不用的 OK 那衣服呢 就是衣著方面呢 沒有 很多贊助 就是 幸好有人贊助 我自己很少賣衣服 其實我沒有什麼 我不是很理會的 就是這些 fashion OK 最重要要舒服 是啊 OK 到時星期四的晚上 大家就會看到 側田 會不會有什麼形象 或者怎樣安排你的表演 形象 是啊 應該是要穿得斯文一點 是不是 帥仔一點 就是隆重的 會跟華仔有交流嗎 不知道 我明天才會 應該沒有 沒有的 但是明天就彩排 明天彩排 和後夜的show 希望一起順利 到時大家就可以透過 新時代電視的轉播 以及在一些網頁上 包括他們的手機應用程式 以及他們的大會網頁 都可以在全球看得到 大家不妨留意 溫哥華華約小姐競選2013 星期四晚 就在溫哥華會議中心舉行 表演嘉賓則田 再次謝謝你來到溫哥華 謝謝 謝謝你 祝你的演出成功 謝謝你 好快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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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